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钓鱼台也好 钓鱼岛也好 尖阁岛也好 就是几个岛屿 它面积有多大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么一点点 大家争到这个地步 其实很大的原因 都有国内的所谓民族感情 领土不可失 但领土真的不可失吗 大自然会让你失去领土 日本最近提出来的 其实对日本国家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情 是日本的地质学家正式提出报告 过去大家很紧张的 叫东海大地震 这个东海大地震 大概是会危机到东京都 可日本最近发现 有一个断层是摇摇欲坠的 而且是很可能随时爆发大地震 而且这个大地震 恐怕会引发的地震 高达准时规模9.1以上 它所冲击的在日本的中西部左右 包括了靖岗县 也包括了河戈县 那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地震的话 他们称之为这个叫做南海潮 南海海沟的大地震 这个南海海沟的大地震 一旦爆发的话 日本的死亡人数将会非常的可怕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日本的国内政治 国内的政客 是以日本的老百姓的扶植 日本国家面临的挑战为主 那不要讲还没有解决的 辅导核能危机 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整个 可能面临的海啸 日本所要面临的地质上和的准备 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政治功课 更不要谈现在日本低迷的经济 因为最近日本有好几个大商社 包括夏浦宣布裁员 好几家包括像Sony等等 都宣布了重要的裁员 或者是官场一些相关的工作 但是呢 最终日本还是回到了 钓鱼台的议题上 今天要为大家特别提出来 是日本这次地理学家 所警告的这个南海海潮 大地震的专题报道 NHK花了将近几个小时的时间 不断地告诉日本人 这件事情有多危险 但是石渊圣太郎显然听不见 地表上 印象中的日本 整洁 敬意 安详 但是它的底下 日居人浩克可能躲藏在深山 在海沟 随时失心攻斑 从一届斯文 瞬间膨胀而暴力 日本地震专家委员会预测 围绕着中西部沿海的 日本南海海潮 可能会发生规模9.1的大地震 地震短短发生两分钟 大海潮可能就会抵达沿岸 34公尺高 专家预测的最大海潮 就出现在高枝县 土佐清水的观光圣地千寻家 34公尺 几个大海潮 日本南海海潮 是从静岗县郡河湾 到九州以东海面的海潮 平均每100年到200年 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 最后一次是1946年的 昭和南海大地震 专家预估 一旦南海海潮再度错动 而且发生在冬季的深夜 情况最糟 全日本30个都府县 估计32万3000人死亡 其中河戈山县8万人 静岗县十万九千人 静岗县还是富士山的所在地 富士山最后一次爆发 是在1707年 那时候同样南海海潮 作祟造成的保永大地震 引发富士山大喷发 富士火山一旦苏醒 可能将瘫痪半个日本 而静岗县各是 Suzuki的大本营 在311大地震之后 Suzuki已经着手 大范围的搬迁计划 包括位于冰松市的总部 盘田市的机车技术中心 以及距离冰缸河厂 只有10公里的 引擎生产工厂 都将进行全面 或是部分的牵移作业 这些企业还包括丰田汽车 它位于爱知县的田园工厂 大海围绕着 海啸来了恐怕灭顶 丰田汽车高层 正在讨论盖防波堤 而全家便利商店 则为了在灾难来袭时 能够顺利将物资运到灾区 眼里加盖10座物流中心 大大小小的企业 都在未雨绸缪 那么一般市民呢 专家指出 如果能彻底执行 避难设施与对策 受难人数将大幅下降80% 只是当我们回到了海啸预估 将达到34公尺的千旋甲 不只附近不见避难高台 从这里往东80公里 来到土佐清水市中心 滚滚大浪淹到这儿 水深预估10到20公尺 但是现存的避难塔 高度却只有11公尺 大浪来袭 根本派不上用场 而可能会受大海啸波及的地区 一路检视下来 不及格的避难设施还真不少 河哥山县纳志圣普丁在8月 举行第一次的夜间海啸避难演习 可是通往避难高地的唯一道路 却没有照明设备 阿嬷爬得气喘呼呼 专家预测只要5分钟 10公尺高的海啸就会卷来这儿 而这些阿公阿嬷们 能够在5分钟内爬上来吗 日本高龄化严重 比方说九州公骑市的野岛地区 70%的居民都是老年人 75岁的独居老爷爷 严切先生除了要担心自己 更担心的是高龄83岁 同样独居还住在海边的姐姐 老奶奶没办法站立超过10分钟 自力で避难するってやつ 你快点来 早点来 你快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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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があればいい 生命だけのことです それを私ができればいい 姐弟俩于是做了一个实验 严切爷爷一听到海啸警报 就从家里出发 花了三分钟 抵达于避难高台反方向的姐姐家 带着姐姐往回走 走了三分钟才十几公尺 被都驼了的老奶奶就挺不住了 必须坐在长椅子上休息 让严切爷爷决定要想其他的办法 抱着姐姐逃避 但是严切爷爷自己也75岁了 他办得到吗 两个老人轻而易举 将同伴抬起来还走得动 没错 只要用对方法上了年纪 也能帮助别人 家里的床单 搬货的推车 都能够当作辅助工具 阿公的腰力好到叫人 想替他拍手叫好 除了有工具帮忙审理 逃乱的山路也要预先打顶好 同样是老人们自力救济 七八十岁的老伯伯 重新整路铺设阶梯 还贴心加装了绳索 宫骑市距离东京很遥远 获得的资源恐怕也无法相比 但是这些爷爷奶奶们不服老 要在大浪来袭时 靠着自己的力量活下去